现年41岁的刘兰雄旧爱与丽君 在2014年与大刘分手之后 就独自带着一子一女生活 与刘兰雄几乎是老死不相往来 低调的过活 这么多年一直都鲜少看到他在公开场合露脸 就更不要说他的一子一女 事实上在与刘兰雄分手后 李丽君也很善于投资 成立的个人基金发展如火如荼 前生前身家已经高达24亿 完全不需要靠刘兰雄 日子也过得幸福美满 如今还不时的在个人的网站上分享出生活照 故此也让他与刘兰雄所生的一对子女罕见露脸 还值得一提的是 李丽君为保护子女别亲过去 在2019年他低调改名为李佩宁 李丽君是刘兰雄人生中三个曾经为他生而育女的女子中最为聪明的一个 不过在排面上来看 他是这三个女人中的一个大书家 这指的是刘兰雄在2016年幻生成功后就陆续开始分身家 将在华人自业持有的75%的股份分给了自己的子女 而李丽君的一女一子未在此次分产中获得任何一分钱 很明显他的地位是不及白永勤与干比 的确李丽君无法与白永勤相提并论 白永勤是刘兰雄的朝康 与他共患难打了天下 没有白永勤就没有今天的刘兰雄 况且白永勤的长子刘明伟如今还是华人自业的董事会主席 所以在刘兰雄的分产中他拿到了24.97%的股份 李丽君也无法与刘兰雄现任太太干比相比 干比比李丽君更懂得取悦刘兰雄 他从来不会反抗刘兰雄一心一意围绕着刘兰雄打转 听教听话的好处就是能够被取入门 并且他的一子一女拿到了华人自业超过50%的股份 反观李丽君从2002年开始到2014年 跟随刘兰雄12年为刘兰雄生了一女一子 结果没有名分不说 最后刘兰雄分产一分钱都没拿到 在外人来看真的就是赔了青春一无所获 但实际上也并非如此 李丽君是一个非常有头脑有想法的人 这是他与白永勤与干比非常不同的地方 刘兰雄一开始喜欢他 就是喜欢他的单纯与没心机 而事实上李丽君很有野心 尤其是很会利用刘兰雄在商业上的优势与资源 这一点在他与刘兰雄交往的过程中足以展现出来 这也一度令刘兰雄有所防范 也因此而改变了对李丽君的看法 后来刘兰雄对李丽君的评价是贪钱 事业心太重 所以他也害怕李丽君在他身上拿到了资源 自我壮大 之后落下洋虎为患的胸壮 这或许也是后来他在干比与李丽君两人之间二选一 最后选了干比的原因 当然李丽君当年在刘兰雄澳门的官司上误判刑事令他赤了官司 这件事也成为了刘兰雄对他改观的一个导火索 李丽君在2014年与刘兰雄分手 但是李丽君绝不是空手而回 他带走了与刘兰雄所生的一对子女 同时还有大量的财富 以及在刘兰雄身上学到了生意经 这些无价之宝 刘兰雄在2014年与李丽君分手后 曾经公开发表声明表示分手前 本人一直照顾李小姐的起居饮食 并且送给他大量现金 首饰及其他礼物 总值超过港币21亿 他现在已是超级复活 无需要我任何经济支持 也可以过着富裕的生活 这是刘兰雄公开的声明 直接接了李丽君的脑底 曝光了他身家超过20亿的港币 对他已经人之以尽 想来这也是后来 刘兰雄在分身家的时候 不再算到李丽君的一对子女身上的原因 即使他的钱足够过一辈子好生活 也是在于他太聪明 若是把股份分给儿子 不就等同让李丽君插手进他的华人之业 刘兰雄必然有他自己的考虑 李丽君对此无疑也不可能有意义 但是他也没有坐以待毙 在于刘兰雄分手后 他随即大手笔投资物业 以此作为保值乃至升值的方式 而他的投资绝不是几百万的小生意 动辄都是以千万甚至一位单位计算的投资 2018年他曾经以1.3亿的高价抛售了一套 2016年购买的物业横赚了5000万 之外他还在证券股票市场上大手笔投资 每一年的回报都是以亿为单位计算 另外李丽君还是有自己的基金会 2013年他就设立以自己为名的基金会 如今发展风生水起 带着一对子女过活 不知道多逍遥 多自在 多幸福 李丽君与刘兰雄分别在 2002年 2010年生下一女一子 当年上海在与刘兰雄交往的时候 还经常能看到这一家四口 一起到福林门吃饭的画面 这一对子女还时不时的在镜头下曝光 其中刘兰雄曾经非常疼爱女儿刘秀莹 2014年他专门拍卖了一颗价值2.5亿的巨型蓝钻 以及一颗6500万的红钻 还以他的英文名肉 为这两颗钻石命名 受宠程度 追得上干米的大女儿刘秀莎 不过 与刘兰雄决烈分手后 就鲜少再看到他的这一对子女入联 就 更不要说与刘兰雄同框 而算下来 如今女儿刘秀莹已经17岁了 而儿子刘子峰也有9岁了 虽然日常很少看到李丽君带着这一对子女入联 不过他却很大方在个人基金网站 分享家庭的生活 旅游照 其中更有刘秀莹的抱着其他的毒照 现年17岁的刘秀莹长相亭亭欲立 眼睛圆圆大大的 有几分刘兰雄的神韵 但与李丽君长得更小 而刘秀莹年纪不大 但是才华满满 对音乐很有兴趣 自弹自唱 很有一首 而在李丽君 基金网页中就有他自弹自唱的视频链接 可谓是人美生甜 完全可以媲美专业歌手 另外他还自己建立了专属的音乐订阅平台 上传了很多自弹自唱的作品 不过出自于对自我的保护 他几乎都很少露脸表演 就连弹其他都是拍摄脸部以下的部分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 绝对是才华横溢 至于九岁的刘子峰 年纪张尚小 对于出于对他的保护 李丽君晒出的照片中 都是以他的侧脸为主 其中一张是他在学习吹玻璃的照片 不过也能从侧面感受到 他长得还是相当白净可人 李丽君在2013年 以自己的名字建立了个人基金会 而在2019年的时候 他悄然将李丽君的名字 改成了李佩玲 基金会的名称也因此发生了改变 这或是出于对子女的保护 也是有意重新开始 过属于自己的生活 不管怎么说 如今的李丽君意识无忧 身家丰厚 固然他这24亿的身家 无法与刘兰雄169亿美元 身家相提并论 但是这一大笔钱 这一辈子恐怕都花不光 这在某个意义上来说 在日常用途上 他的这笔钱 与169亿美元没有太大的差别 重点是李丽君如今自由自在 不受约束 更能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这是钱买不到的生活 所以其实他也是赢家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特殊期间不出门 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 此时若是家中有两个孩子 嘻笑打闹 那场面必定热闹非凡 2月28日晚 又有一儿一女的张婷 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则 视频 并配文有同款吗 当时已接近晚上9点 似乎是在网络上寻找自己 吐槽 经历过程的孩子们 视频内 10岁的姐姐和8岁的弟弟 正拿着枕头在打闹 张婷本人在一旁怒吼道 天啊 再不开学 我要疯了 照片中的姐弟俩表面在干架 实则都面带笑意 是友好的在玩耍 但这似乎令母亲张婷 近乎崩溃 视频中的张婷 通膏 增大 增大 手握拳头 塑造出了一个被儿女逼疯的 发狂母亲形象 尽管此时天色已晚 三人都身穿居家服 但两个儿孩子 似乎丝毫没有睡意 还在制造噪音 其实这也能理解 近来无法出门 孩子们只能在家上 上网课学习 相处时间多了 矛盾自然也就多了 但翻看母亲张婷的 社交相册 发现不仅是放假在家 就连日常外出游玩 姐弟俩的合照中 就不难看出两人的关系 属于不打不相识 好在弟弟很有绅士风度 一般都让着姐姐 近如处子 东如脱兔的姐弟俩 平日里也会坐下来 安安静静的一同作画 交流各自的想法 可谓得志体美饶 全面发展 这则视频 除了姐弟打斗时 俩的活泼使人不惊 回忆起童年 引人感慨万千万 更吸引人眼球的 便是张婷的豪宅不知 此前 他曾发布的一系列 宅家视频中 我们都多少能嗅到 金钱铺垫的味道 例如在2月11日这天 全民挑战 立 少瓦不倒 张婷也加入到此举中 不经意间 拍到了家中 数米长的走廊 甚至一眼都望不到镜头 还可以清晰的看到走廊两边 都各有不少房间 不知他们一家人每天在如宫殿一样的套房中醒来是什么心情 墙上 还有智能控温系统 诺大的家中 每天光是开着灯具和中央空调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还有他与好友陶红在家中录制歌舞小视频时 可以看到他家整体走的是欧式奢华风格 身后的欧式沙发和金灿灿的地毯也让人挪不开眼 天花板上的吊灯和深褐色的窗帘交相回应 色调十分和弦 显得富丽堂皇 镜头拉到一旁 我们不能看出光是他家的客厅十分宽敞 采光也很好 还有墙角顶顶天高的绿植 为这个豪宅增添了不少生机 当然 有两位洞灵女神 亲情现武更是锦上添花 张婷称在节目中带大家参观过自家的豪宅 阳台大到离谱 崇尚健康饮食的他 更是有一整片种满了蔬菜的后花园 令主持人叹为观止 据了解他居住的这个小区 毛培房房价约七万亿平米 1650平米的超大面积算是如此 奢华的全套装修一套房 接近两亿元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